今天我们的节目将通过YouTube进行直播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关注和订阅我们 如果你有今天我们节目的一些热点话题和观点 可以在节目屏幕下方进行留言并参与节目互动 好,那么今天我们将为大家带来的主题是 海外追梦人的心路历程 如果说生命是一艘小船 那么梦想则是小船的风帆 而这艘小船的掌舵者却是自己 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梦想 这梦想或大或小或高原或平凡 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在通往成功梦想的路上 也都有着不一样的人生体验和心灵感悟 今天我将为大家讲述的两位主人翁氏 一个是中华影视界的武术传奇人物 而另一个则是我本人的一些真实生活写照 首先咱们说到中国功夫 大家自然会想到李小龙、李连杰、成龙 那么他们都是响当当的国际武术巨星 那么他们是否有后继友人 中华武术的传承者和继承人又是谁呢 21世纪新一代好莱坞国际影视明星 布鲁斯为文小龙的出现 为中华武术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又增添了浓重的一笔 那么他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 又有着什么样非同寻常的经历呢 我们现在通过一段VCR一起来了解一下 关于文小龙的故事 我把它分成了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事业片 第二部分是生活情感片 那么现在我们首先有请我们的导播 播放VCR文小龙事业片 VCR文小龙事业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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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浩诗言会 我们知道您从小是成长的武术世家 那我想知道您最大的梦想是什么呢 是这样的话 我自幼的话就叫河南松山少林寺长大 就中国的松山少林寺 那少林寺的话呢 是禅宗的祖庭 武林的圣地 最大的理想 还是想成为一个世界级的国际巨星 让世界人们更了解我们的中华文化 叫武术文化 那么如今中华功夫 它已经成为了一种民族文化 那么您是如何把这种东方的文化元素 融入到西方的世界当中去的 实际上我们要把这个中国的文化 我们可以学通过电影 影片 歌唱 甚至表演 把它拥有在里面 2008年文小龙在美国成立了美国加州少林寺武术学院 以及文小龙国际影视传媒集团 多年来为弘扬中华文化 他曾多次带领学员在世界各地进行慈善演出 同时文小龙他还受到了好莱坞影视界的大力欢迎和认可 在多部电影当中担任了主演 其中最具有影响力的是迪斯尼真人版花木兰师傅一角 如今他已是当代好莱坞影视界知名的华语武术明星 我可以说的 《Dragon》会终于你 peculiar Homdan vem 能够着编画这画面 在要。 deaths名的假 parole 、突门愉快 就是叙吧 就是一个千场 승。 recall 锅上路亥编辞恰 称快 metrics 继续 What's going on here? Calm down I could have been killed Shh I'm a Starcom agent What? I'm a Starcom agent Now you listen I'm going to tell you something that you're not going to believe As of now, right now, at this moment A girl agent is coming out of the supermarket and she Crohan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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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women, let me help you out What happened? Who did this? It's you? What do you want from me? Oh,Rataba Come with me See the world you would so righteously wish to save Come with me,Rataba Let me show you the world you want to save What do you want from me? I know you've been following me around Rataba What? The illusion of life Hey yourself Well come on Friends meet neighbors Neighbors meet friends 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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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my god W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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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h Whoa Waah 你准备 你好,我叫Bruce Mike sent me to talk to you, so we can resolve this peacefully Where is Mike? And where are my diamonds? I'm here to negotiate so you guys don't get hurt You fool, you think you can take me? You can't even fight my girls You want me to kill them, boss? Wait, listen to what the Dalai Lama has to say I'm a monk from Shaolin What?Are we supposed to be scared? Oh, I'm so scared Look, you sure you wanna do this? I won't kill you, but Mike will I thought I made myself clear But let me do it again, so even you can understand No diamonds, no friends Get it?Your holiness Don't shoot him, make sure he reaches enlightenment What a ways of wonderful life Good Good Okay Well powiedz cej 啊 啊 死了 死了 вал就是這樣 我冪照喔 啊 好,我们通过刚才一段VCR可以了解到 布鲁斯文文小龙从小生长在武术世家 是中国少林寺第三十四代武功传人 他从小在少林寺拜师学艺精通南北少林功夫 他最大的梦想就是成为国际影视武术巨星 多年来为弘扬中华文化 他曾多次带领学员在世界各地进行慈善演出 并且已经能够把东方的这种文化元素 很好地融入到了西方的世界当中 目前文小龙已经在美国成立了自己的武术学院和影视传媒集团 而且他还受到了好莱坞影视界的大力欢迎和认可 在多部影视中担任了主演 其中最具有影响力的是迪斯尼真人版《花木兰师傅》一角 如今他早已是好莱坞影视界知名的国际影视武术明星 那么在你主演的十几部电影当中 那我们知道这个最具影响力的是迪斯尼真人版的《花木兰师傅》一角 那么有没有让你感到最具有挑战性的角色是哪一部呢 那你又是如何胜任这个角色的 我觉得最难挑战的角色并不是我们的武打 我们戏情剧是很重要 比如说在十年前吧 我曾经跟一个哈莱坞这个著名的演员Edward S 共同主演那个叫《六月花》的电影 那《六月花》的电影是跟武术是没有什么相连的 他最主要的讲究的是一个感情片 当时为了演这套电影 我每天晚上到哈莱坞甚至到一些酒吧去 把观摩这些同性恋他们的各方面的一举一动 怎么讲话怎么思想 所以这也是对你个人的一种挑战了 因为这是跟武术真的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么在你实现这些梦想的过程中 我相信你也遇到过一些坎坷 那么有没有让你觉得挺不过去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你又是如何克服困难挺过这个道卡 所以在我实现梦想中呢 因为我自己的话是从大学毕业之后 我就自己开始创业 一起走这个演艺梦 那当然了在我比如说创业不久的话 对吗 我的生意曾经失败过 甚至的话我连房租都交不去 被房东就是给那个 就是说你三天之内必须要交这个房租 但那时候呢我曾经想过 除了演艺我还能做些什么东西 对吗 那如果我放弃 那我就可以做一个平常的人 比如说到平常的餐馆里面打工啊 或者就是给平常人打工 可能一个月就赚个就赚个生活费用吧 当然了正就是正好在我要放弃的时候 电话突然来了 就说哎就是哎我有这个电影需要你来主演 你能不能给我演一下 那这个那到了这个时间的话呢对吗 那我就把所有的烦恼几乎是房东那些事情啊 各方面都跑开一遍了 就到了那个纽西兰去拍戏 拍了六个多月 这个电话来的非常是时候 这个电话挽救了您这个事业的方面 其实说到您目前的事业 无论是中华工夫也好 还是这个现在的演艺事业啊 可以说都是蒸蒸日上风生水起的状态 那么您对自己的这个现状 现在是不是还满意吗 说实话不满意 为啥吗 因为我的理想是这样 一山还有一山高对吗 那我们从这座山跑到另外那座山是不够的 我们要站在山上的顶峰 开一千多首这个小林寺武术学校 拍一百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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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电影 这是出名的电影 甚至投资房地产 那投资一千多套房地产 好以上部分是我们了解到的 布鲁斯文文小龙的事业方面 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再来了解一下 文小龙他的生活和情感事件 现在我们有请导播播放文小龙生活情感篇 如今文小龙的事业方面可以说是高歌猛进 虔诚锦秀 那么他的个人生活和情感世界又是怎样的呢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那么在追逐梦想的同时生活当中呢 我想也会有一些难忘的一些事情和一些经历 那么最让你感到难忘或者是最有那个最值得去纪念的一段经历 或者是一件事情 这个就要说起我的前妻了 我的前妻是一个日本的模特 就是人的话也是讲的挺不错的 那那时候我刚出来就是刚从大学那边出来这个混对吗 然后那时候我也拍了就是一些电影嘛 所以他自而养的就是你有名字 自而养的就是有利嘛 很快的就结了婚 但是结了婚之后这个婚并不是很成功 那么有了这一段这个经历之后 那现在您又是如何看待这个感情方面呢 现在我觉得呢不能不能论一件事情 会一个人来就是看别的人 我觉得每个人的话都有自己好的 你对自己今后的生活有什么样的目标和规划呢 所以我最大的理想还是要到世界各地去 开设这个武术学校 开设这个影视 甚至拍这些电影 那我比如说现在的我有十几套叫电影 那十年之内的话我想大概要拍一百多套 甚至一千多套 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要落根 都要有自己的房产 对吧 因为有了房 有了厂 咱们有落根的资地 咱们可以就是安 就是稳稳定定地去做自己的 做这更大的事业 我还想要当美国的总统 我还想要敬想这个美国的总统 让世界人们都知道 有我们的华人的地方 就有我文小龙 有我文小龙的地方就有中国龙 我们想知道在你的眼中 文小龙师傅是一个怎样的人 感觉各方面蛮好的蛮正面的 他都还不错 还不错 把优美的五千年的为名 融入到好莱坞的主流社会 那么他还想让 布鲁斯文文小龙这个名字 成为金子招牌 当他遇到困难和挑战时 他总是能够坚韧不拔 勇往直前 并且他还以此鼓励人们 要不断地了解自我 认识自我 以及超越自我 他希望通过他的作品 能够给世界的人们 带来欢笑和快乐 好以上部分是我们了解到的 文小龙的事业 生活和情感的方面